MASA ~! 大家好,我是MASA! 这一次我要介绍很清爽的鸡肉料理 我这里频道介绍过很多种类的鸡肉料理 这一次我选了番茄口味做只有一点接近炖煮的料理 做炖煮料理我的习惯是先把食材好好煎出来之后 把水分加进去 所以一定要挑选煎还有炖煮很适合的锅子 这一次我有准备非常好用的锅子 它就是 这一锅 它是沙漠式单屏覆盖生煎锅 因为它的地步面积很大 把大量的食材散开可以均匀煎 而且它有深度 加入水分做炖煮的流程也很适合 这一锅我特别喜欢的部分是这个锅盖 它可以自己立起来 盖子打开搅拌食材时候 不用担心锅盖滚来滚去 或是在桌上留下一泉水寒 这一次使用这么厉害的锅子来做 很有满足感的切豬炖鸡腿肉 做法是很简单 好,那我们就开始做 一锅盖子 放入冒充满 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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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抽 要放冰箱 冰箱 切成四周 放入三周 切成四周 切成五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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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食材都准备好了 这次我来用这一锅 它是沙漠式单饼覆盖生煎锅 这一锅另外特别的部分是活动电幕把手 上面可以扣锅盖 也可以放锅长 还有这次用到的水果刀 这种小刀子的好处是因为很轻 切水果或去皮时候非常好操作 要处理很小的食材时候非常的方便 好咯,那么我们就继续做 因为清酒祂子和油 都有漉rio 作用三个蛋au 做软爽 那么快 osает 6个蛋 用蛋黄塩 放入中心 放入中心 炸成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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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中 就有非常好吃的鶏のコーソートマト煮込み 完成啦! 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吃了 哦,看到这个鸡腿肉非常的丰盛哦 好了,那我来先把这个旁边切切看哦 肉非常的容易可以切下来哦 Dewa Itadakimasu! 这个肉非常的嫩 也是很香的 因为表面是我用这个锅子煎到很均匀金黄色的 要一口就可以享受这个鸡皮那边的香味 然后跟香草类一起炖煮的 所以里面是很入味 也是可以享受非常嫩也juicy的口感 太好吃了! 好了,这次介绍的料理是非常的简单 这只使用的锅子的用途是很多 因为面积很大 利用它的形状做一锅意大利面也好 准备酱汁之后直接放入干燥的意大利面 煮起来的效果也很好 如果想要更详细的商品介绍 请到三摩市的官网 希望大家享受美味炖猪料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